我從小 我跟我先生 我們都是小麻痺 因為從小我們就不方便 我現在小麻痺後一陣以後 我就漸漸 年紀見長後 現在都會做輪胺 我以前是可以走 就趁著傷拐走路 那出門在外 像從小我因為不方便 那我父母親他們就會比較喜歡帶我房去 那其實我們也很希望說跟家人可以團聚 可是後來長大以後 我跟我先生交往的時候 我們也是很難找到一個比較合適的餐廳 那有時候我們就會在路邊攤買一買 然後就去公園餐廳 那後來就工作職場的時候 我們也是都會有一些好同事 他們會邀我們出去玩 會出去吃東西 可是常常都是因為餐廳沒有障礙 所以就比較不方便 那有一些同事他們都很有善意 他們會說我去幫你們看場 結果看回來的時候 他說OKOK 那我去的時候又變得不OK 所以我會對這方面 我就會覺得說一般人 我應該講說一般人 他們對於我們障礙的思維 其實那種細微的觀察 會跟我們有滿大的落差 那我知道說 有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其實本來滿好奇的 那我就想說 我沒有想到說既然有一個團隊啊 他會用這樣的創意思考和籌畫 然後把它建成一個這樣的資料 然後讓我們可以去搜尋 那譬如說現在我如果說 欸 家人啊 或者是朋友說要邀我出去 我反而可以告訴他們 欸 我有做這個採訪的活動 那我來找餐廳 那你們也可以從這裡面去找到一些 我們大家都可以去的 那這樣子 是不是 我們相聚的 就可以更多的交流這樣子 好 謝謝 欸 還好有那個 還好你們有找到無障礙餐廳 要不要兩個人怎麼約會 是不是 所以沒有 無障礙餐廳啊 無障礙環境 真的也是關係到 人際交際的部分 然後還有關係到婚姻 非常讚大 那再來 就是麗娟跟姚恩 你們也加入了愛的特派員 我相信在你們加入愛的特派員 給你們的那個感受啊 還有整個過程當中 一定有讓你們覺得 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 是不是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在 在反調的過程中 我們大部分 感覺上這個 服務人員 服務態度都還蠻OK的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 幾乎 餐廳都沒有很合適的 廁所 廁所食用 這是一個 比較麻煩的件事情 所以我們 在 一開始 我們都會比較注意說 這個附近 就是 比接音站 是不是比較近 附近 是不是有像 醫院 或者是 讀書館 用 等等使用的 建築物 可以這樣 使用 使用 整個 廁所 比較方便 其他就是 有時候在取餐方面 有時候 他們比較高病 比較 沒有 沒有這麼適合 所以說 有時候都會需要 放取餐 這方面 還有就是 在那個 通道部分 有時候 只能 就是說 通道比較窄 那 要最靠 靠門 天的 這樣 這樣的狀況 大概就是這些 我覺得 我非常 感謝 非常 感恩 也非常感動 這樣 有一個團隊 把他們 持續的關心到 這裡的一個星球 如果以前 我曾經 我分享一個 一個 經歷 我曾經跟我開拍 一個 心智勃勃的 去 風景奇去看戲 然後 在晚上的時候 我們想說 就是 應該往大街上走 應該就會轉得到 餐 到的用餐 後來就 螢幕上 一直走 走走走走 我們不想熟多眼 竟然找不到 一間 那我就進去了 然後 那時候最大到的一件事 因為我們 電在我們 裡面 快點就變了 結果 我還發現說 充電 這個是一個問題 用餐的環境 所以 我特別 看到 他們這個團隊 在這個設計上面 他們 有一個 就是 有沒有提供 充電的 這樣 我想 這對設計上 真的 真的是很重要 因為 目前 我們現在 今天年紀大 那 就 就 到使用到 而已 因為電動路易 它是最重電 所以 有 這樣的一個 充電 對我們來講 就是 我們 遇到 這個 怎麼講 就是 很甘心 耶 這是 我